啊這邊沒有跳到 這邊丹安娜跳歪了 這邊丹安娜跳歪了 丹安娜跳歪的話 這個很有機會會被殺死 會不會直接走 拿著這個龍女直接開噴 一波帶走 啊六滅龍 一波 沒帶走沒帶走 那這邊14塊D三星塔龍有機會嗎 塔龍 來了 吃了吃了吃了各位觀眾 三星塔龍再現江湖 嗨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分享的比賽是 EA北歐區龍珠國度S7 超級爭霸預選賽Day2的決賽 GAME5的賽事 那我們 欸這把 這把還是有ZARK 還是有ZARK OKOK我們來看一下 這把ZARK ZARK這邊是選了三把的魔棒 跟兩把的手套 看起來比較喜歡魔棒 看起來他是比較喜歡魔棒 那我個人是比較 也是蠻喜歡拿魔棒跟腰帶 魔棒腰帶跟弓 這三個 那這邊他朋友把弓 高機率是鬼鎖了 鬼鎖開其實是很舒服的 然後現在又跳了一個錯誤 喔我真的 我真的會吐血欸 WTF 你們會lag到 轉很久 或是 超過 超過 十秒嗎 或是 一分鐘以上 那種 我真的 真的是 被這個網路問題 弄到一個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欸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這邊調的是 歐拉夫加斯溫 其實還不錯 因為歐拉夫 如果在你前面 剛剛就說過 在前面先疊起來 那你是走一個 滅龍體系 那其實是很OK的 不過他這邊有兩張 漢末定格 所以等一下高機率 可能還是會變成 尋龍 因為他這邊還有鬼鎖 其實跟尋龍的相性是比較搭的 不過剛剛上一把的六滅龍 還只能拿到第四名 其實是 有一點差的 有一點差的 那這邊 可以拿重啟兵 也可以拿魔控機械 三個都 兩個都很強 那這邊像我大英雄 應該是不考慮 那重啟兵的話 也是要看一下 換進的效果 那像上一把是寶箱的話 就是 沒那麼有料 沒那麼有料 那這裡 哈末定格要合嗎 哈末定格 他這邊開的是兩鬥兩戰 然後鬼鎖 這個哈末定格其實 比較難用 是因為他沒有泡鳥 他沒有辦法去開一個尋龍 但是還是可以先合起來 還是可以先合起來 沒問題 那對手一樣 是選擇不升級的 滅龍開局 那這邊 呃...對手是選擇弱點 喔沒有 這個Lock 竟然是選擇小小大英雄喔 欸有點奇怪 欸有點奇怪 欸因為其實剛剛 另外兩個都還不錯 如果有比較好的選擇 選小小大英雄是 比較弱一點的 因為你雖然多了30滴血 但是你 對於在場上是沒有任何提升的 那剛好是遇到Laser這個玩家 是選擇不升級 不升級的比較發呆流 因為他有兩張戴安娜 他也升不了級 兩張戴安娜在前去抓到 是很卡錢的 那也有可能拿到落點 是可以玩 是可以走一個滅龍的 也是可以走一個滅龍 那這邊 喔有兩個玩家都選擇小小大英雄喔 那這邊 這個TN是 三張惡星卡 三張惡星卡 哇頂穿了 頂穿了 這個 這個很難打連敗啊 這個基本上很難打連敗 來 那他依然是選擇不升級 而是因為他要存10塊 那這邊 也是因為他小小大英雄 所以他大可 可以 前面先稍微歸一下 而是沒什麼問題的 那他也是有 只有兩件裝啦 所以他前期的錢會比較多一點 OKOK 沒毛病 OK我現在連線品質就變成OK了 他到底是怎樣 想必死誰 我可能明後天要 可能要打給網路 網路去問一下 這樣子一直搞 唉 沒關係我們回到比賽 那這邊 ZAK 選擇 多開個鬥士 那其實 沒有任何的提升 沒有任何實質的提升 我要注意的是這一把的 前期拿滅龍的很多 尤其是對面這個 Stage 是直接 直接選了一個 滅龍星 滅龍星那基本上 他沒有其他選擇了 走到底 鐵頭 鐵頭 鐵到底 玩滅龍的人其實還是挺多的 那這家ZAK 可能就只能拿歐拉夫去過渡而已 這邊戰士開 其實在前期的過渡也還算OK 不會說太多 那這邊 弱點打上鏈 有二星一則的上鏈還是很頂的 不過三翠玉在前期的過渡是非常強的 而且剛剛打到剩一隻已經是一個很不錯了 這邊KUR秒拿了這個泡娘 是不是想要先開一個巡龍呢 不知道 還沒有看到他的陣容 那這邊ZAK WAH 他用了斗篷 直接被 這個AGG直接無情拿走 所以拿了一個手套 好 他這個裝備爛透了耶 兩個手套是要直接合一個靠材手套嗎 其實是OK的 其實是OK的 直接靠材手套給這個 給這個 扼殺絲是OK的 那這邊選擇開了 四鬥士 剛好有一張聖可以讓他補上四鬥士 那這邊連聖的機會是很高的 我覺得可以給靠材手套 我覺得可以給靠材手套 不然他就是要再等一把劍做一個無盡法爆 也是有可能的 那這邊遭遇的一樣是 生五級的KUR 弱點的 翠玉開局 三翠玉兩 兩守護 好 那這裡 看起來是打不贏 這個耗戰塔里克二星有點太狠 有點太狠 而且他的後排卡馬也是二星的 而且加上他有弱點是可以這樣子聊的 好這邊BBBA 我剛剛上一把沒有看到他 那這把他出現了 BBBA選擇的是 尋龍炮的過渡 拿的是 隱魔獅之星 啊基本上隱魔獅之星蠻廢的 我個人覺得蠻廢的 那不過他的質量非常的好 有二星湯感奇加二星聖 而這個前排 非常足以讓他打一波超級連勝 那後排是選擇做了一個席客一個 電刀 電刀在前期的過渡來說 是非常強力的一個連勝道具 完全沒問題 那他這邊 也是因為在贏 所以他選擇 呃 吉英克斯的位置是放 不是放哈莫丁格 要不然他如果前面是連敗的話 這邊放哈莫丁格先去走 快速養蛙是會比較好一點 那這邊 對手Laser是直接合了一個四血者加泰坦 那就基本上走一個賽粉或走一個喜好玉都是OK的 那這邊PPA蠻舒服的直接打了一波五連勝 進入野怪 那在野怪的時候他就馬上把這個巡龍換下來 讓野怪官可以多餵一個餅乾 那這也是一個小細節 那這邊基本上 噴三塊的話是最好可以直接存到20 那如果沒有的話 而這冰鳥可能要賣 那這邊AGG是一個道具組合包的直接一個 呃三連敗四連敗 那這家KUR其實也很不舒服喔 他是幾乎是一個極致的連敗 但是他不小心在2-5的時候被斷了 那其實很痛苦 不過他這邊的經濟是還算OK的 還算OK的 那這個 雷星可能要抓了 那這邊PPA和這個TN是選擇3-6 喔這邊 有三位玩家選了在3-8-6 而且這位PPA他直接滴到了露露的星 哇操咧 啊PPA超虎欸 超級虎超級虎 那他這邊也是因為他要養龍 所以選擇在3-1-6多放一隻哈莫丁格 那現在他一回合是可以餵到5個餅乾的 所以他們還給了1-6 沒有很好的方法 讓他去操作 這邊遇到的是Dark的 壞事流 看來是完全沒辦法 沒有辦法打贏這個PPA 畢竟一個有聲一個沒聲 而且PPA的質量頂穿了 他有個3-1卡路魯 在3-1的時候 跟鬼一樣 呃...這裡... OK 確實是只有一身自由可以選 因為超大型靠山的話你現在沒有一條龍是用不太到的 那這邊... 冰箱作戰應該是最好的 但是他這邊...如果有... 可能有三塊二星是可以重整一波的 但是他...都是一塊的 那...沒必要重整 那這邊是走一個三龍恩三翠玉的經典開局 那這邊龍恩轉給李星沒有什麼問題 那QR這邊也是選擇升了六級 那他這邊的塔里克裝備非常的好 是一個號戰下一個石像鬼 那前面其實就是頂穿了 那這邊滅龍之星是直接開出來四滅龍 沒有問題 戴安娜裝備也還不錯 那這邊... 呃...這個... Laser Laser也是用滅龍過度 滅龍重啟 他可能要玩... 可能是要玩代加 可是他的裝備是... 比較不適合的 這個是血加泰坦還是比較適合綠龍跟黑龍 那這裡... 不過給這個莉莉亞過度是頂穿了 頂穿了 頂穿了 那這裡... 頂穿了頂穿了 那當然玩代加也是OK的原因是因為這個... 四血加泰坦是可以給... 雅宁再接著給雅宿的 雅宁再接著給雅宿的 那這邊Lock的質量可以說是... 奇差無比 四連敗 三種奇 但一身自有是也可以玩代加的 他裝備也是不太好 而且...哇... 超臭的...這邊... 阿吉英克斯的胖娘都惡心了 他根本就沒有在低牌 四十塊六等 三支三 醒性轉 阿BBA吃了 我直接宣布BBA吃了 他這個尋龍養超快的 OKOKOK 他每一盒可以養五點 沒有人可以制裁他 沒有人可以制裁他 BBA 我願稱你為最強 OK直接爆打 直接爆打 小小大英雄 下去 那基本上BBA這邊... 拿啥都可以 拿啥都可以 最好有庫奇 有庫奇 等一下就直接拉七等 放庫奇 跟鬼一樣 還是要拿一把劍或腰帶 都可以 他拿庫奇是最好的 不過...這邊... 我...這個... 他...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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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不... 不...不強的欸 他完全不... 他完全想說 你都已經降了 那...那隨便你完了 我也不卡了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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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鬼一樣 那這邊...換定效果 一樣這個轉播台 是沒有... 沒有放出來的 沒有放出來畫面 又要讓我猜 又要讓我猜 再換進效果,真的有點過分 啊這裡,TN的 羈絆其實是還不錯的 不過他剛剛選擇還是把李鑫換回來 我覺得他可能放李鑫還是會好一點 因為這邊可以開個風暴 不知道,不知道為什麼是這樣 而且他選擇是在3-5就拉到7等 還有40塊 剛剛有李鑫是不是 不好意思 那我沒注意到 感謝溫文的提醒 這個人的錢很多 他在3-5升到7等還有40塊 頂穿了 頂穿了 今天的直播會卡頓 先跟新來的觀眾說聲抱歉 我解決不了,我目前是解決不了 那覺得如果不太行的話 也可以等我的影片上架之後 再來看重播會比較順一點 還是希望你們可以掛著我的直播 那還是希望你們可以掛著我的直播 掛著我的直播 他這邊選擇直接把翼澤賣掉 那湊出五圍光 那圍光道具是 全櫃之甲和無用大寶石 那全部剛好都是可以給金龍的 那沒有問題 那這邊選擇走一個 五金龍 OKOK 欸 不過 這個金龍沒有轉值是一個 隱憂 因為沒有轉值的金龍 是沒辦法打到 比較好的 比較好的質量 不過他在3-6這邊有 有開到五圍光 然後這個 全部都是坦裝給金龍的話 是非常強的過渡 那這邊 其實BBA 不太好換金龍 比較好換賽粉一點 他跟金龍的 搭配比較 相性比較不好 因為他現在前排是兩個二星的 那如果你要換金龍的話 你 等一下勢必是要放 守護者 那你這兩隻鬥士是要賣掉的 好這邊有一件 日顏斗筒 可是他已經有一個 黑書了 那可能要做 席克的號角再一個 再一個席克 沒什麼問題 那BBA是可以蠻舒服的 升到8等的 他這邊基本上也不需要怎麼低牌 因為他的質量 非常優秀 那該二星的有二星 裝備也都給了 那兩個席克 還有庫奇了 庫奇也來了 這邊有 四喜性加三砲 有頂穿 那這裡金龍砲 直接又做一個基因法 是什麼意思 雙罩 雙罩不會比較多吧 雙罩不會比較多啊 不知道為什麼要雙罩 我覺得可以再留一下 我是覺得他可以再留一下 有點給太擠了 因為你這邊 手套拿來做什麼 正義拳套 或無禁都會 比較好一點 那這個布甲 布甲 布甲是用不太到了 確實布甲是一個廢裝 那這邊靠著這個金龍的坦度 面對這些還是沒有什麼問題 這裡 團結嗎 還是選西鋒 其實選西鋒 其實選西鋒比手也很強 西鋒比手也還不錯 西鋒比手也還不錯 那他選拿西鋒比手 OKOKOK 那他等一下遇到的是Stage 西鋒比手也還不錯 他這邊柔衣來了 他這邊柔衣來了 第二張金龍還是得抓 可能要鎖起來 錢不夠 錢不夠抓 他把柔衣賣了 那他不要玩金龍了 那其實是可以理解的 因為 他沒有微光轉 有微光轉才可以有機會去玩金龍 那這邊 這個吹到非常關鍵 因為剛好對手是滅龍刺那他剛好把兩個刺客都吹起來 基本上這個 阿庫奇和索娜的輸出位置 輸出點位會是比較安全一點的 這個吹太曬了 因為他有一把吹也是用曬的 OMG 那這邊就是走一個經典的 金龍炮 沒有巡龍的金龍炮 那BBBA是這邊超級巡龍金龍炮 OMG 他金龍怎麼突然就惡心了 他直接把聖跟那個 阿庫奇賣了 那突然變了一條金龍二星 阿頂穿 然後赤之山這個佼佼是來到了三星 阿非常快 這個養龍速度 那他可以生久了 他這子樣可以生久了 而且他還有權貴之甲可以來這邊 再稍微疊一點這個金錢 阿等一下是一定會有40塊的 不過這邊前面被吹起來 那其實是有點問題 而且這邊 主C炮娘被拉出去 阿可以嗎 兩家都是金龍炮 一家有巡龍 一家沒巡龍 阿可以嗎 欸L3 阿可不可以斷他連勝 好像斷不了 這金龍是不是有點太硬了 哇這個 這個青蛙直接把索納噴爛 喔GG 哇很像了很像了 阿差一點差一點 阿BBBA還是強一點 因為他金龍是惡心的 那這邊他還多了一個甲子 基本上是可以找 阿斗篷是鐵定拿不到了 應該是要再拿一個甲子 做一個小反甲 欸是因為他有日顏了 所以這邊 因為他有黑書了 所以這邊也不用拿日顏 還是拿甲子好一點 那都沒有的話 拿酷奇吧 那都沒有的話 拿酷奇吧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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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裡 ZARK 看起來好像 還是要走代家喔 欸不過 他酷奇是惡心的 欸有點難 有點難欸 他的這個質量 因為他現在酷奇也換不太掉 然後他又沒有低到代價 那他是要選擇轉一個賽粉砲嗎 而且重點是他又來了一個亞素 那其實是有點尷尬的 這邊AL3的金龍也是終於低到了惡心 那面對對手這個 電刀大天使的代價 勝率應該是初期的高 雖然這個吹風沒有吹到 但是 靠這個權貴之甲加日顏的金龍頂穿了 那黎明的幻境也是有這個問題 如果對手的前排太硬的話 你沒有一個好的收割方式 那你前面太快死掉 也很難 傷害很難打出來 因為他 黎明是加回血的 沒有 對傷害是沒有幫助的 那這邊ZARK 可能還是要去升到 八級再低 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他這邊的質量是 兩個四塊都二星了 OMG這邊 KUR 珠光蓮花 無盡 大天使的 熬星 直接鬼轉了 九五熬星 那這邊他還缺的就是 森巴等 森巴等再捏到一張 直接妮可幫幫起來 這是他目前的戰術 那這邊 只要開尿應該就是直接倒地了 不過對手有 對手是加雙防的藍盾 其實會有點 一心的人會有點料不死 沒辦法 這質量很差 而且他這邊還在蹲啦 六連敗的八十塊 質量一點提升都沒有 他這邊 要等到五隻一再 OK 喔大天使加死帽 OKOK 那這裡BBBA 喔BBBA流血了 BBBA流血了 席科聚殺 OKOK頂川 那這裡 Stage是選擇在七等爆刷 因為他這邊歐拉夫有六張 歐拉夫決定是做巨風劍巨風劍正義全套 也還算OK 而且他這邊是有六滅龍的 不過我們剛剛上面看到的那個六滅龍 其實狀況不是很佳 已經很糊了 那個六滅龍已經很糊了 那這裡TN是選擇走一個 變形的翠玉斯溫 那這邊如果有來龍女的話會很舒服 那這個裝備 正義全套加星火嗎 正義全套給 正義全套給那個 喜奧玉 星火給妮可 沒什麼問題 那LASER這邊 呃還是換了在家 還是換了在家 啊這個 這個 亞術的裝備非常的好 哦重啟轉加 四血者加泰坦 有坦有輸出 那可惜被吹起來了 那這邊代家還被拉到 哇 臭雷這邊 有點痛苦 也是因為這個 對手是 動足先機 那就是一系列的屌錘跟屌拉 沒有毛病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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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牙術有點太硬了 完全處理不掉 啊GG 那他這邊就是 他努努都三星啦 他努努都低到三星啦 他的代家還在兩張 啊 衰 衰人 啊 這裡 啊 試不像 拉可還在繼續試不像 這拉可好慘喔 這拉可 呃 悲劇耶 這個質量 拉可的質量悲劇耶 這邊遇到的是 呃 翠玉斯溫 變形斯溫 應該 打不贏 應該打不贏 因為對手的喜好慾跟斯溫都是二星的喔 那這邊 有點難 啊出局了嗎 啊 啊 好像出局了喔 啊GG 啊他在瞎打 試不像 那沒辦法 他本來想玩幻境 但是代家一直都不來 那最後是來了二星的賽粉 結果他後面已經轉不動了 因為他前面抓了一堆重騎兵 啊沒辦法 啊 這裡 凹星 滴不到 哇 啦 先換柔宜吧 感覺要先換柔宜耶 啊先換納爾嗎 那我是覺得一定要開這個賽克斯啦 因為 畢竟他 撐一點坦度 把前排穩住之後才能有空間讓這個凹星去噴 那這裡 那這裡 對手是喜慶 直接開炸了 但是這邊 凹星第一次尿 有辦法成功尿掉嗎 沒有 這個可以 直接把他送走 OK 凹星下去 雖然他有珠光蓮花的無盡 凹星不過質量太差了 質量真的太差了 沒辦法 直接出局 這裡 這裡 DTV AGG 選擇拿了一個科技槍 那TM這邊的 金龍炮 選擇拿了一個視鞋者 我還是覺得VVA吃機率極高 他等一下應該就要拉到9等了 那這裡 喔 原來他在給我搞賽特啊 他這邊是選擇六怒一三龍恩的賭賽特 那這邊還有選到一個焦灼 還不錯 那還不錯 可以啊 可以啊 六怒可以啊 等一下就補個9怒就OK了 他等一下就是把李星的位置換成 換成龍女 可能還是要生個9 那不然就是要把艾希拆了 可是艾希拆了會變弱 因為艾希拆了會再少一個龍恩跟一個射手 那這裡 體驗好像成功狗住了 因為他有個雙電刀的室溫 OKOK 那這個賭賽特是直接被對手的龍女噴爛 我真的在狂掉PIN欸 我真的在狂掉PIN欸 我的OBS已經在跳說 完全不行欸 怎麼辦 你們會極度LAG嗎 現在是極 會到不能看的話 我最後一把就明天再播 會到不能看的話 要不然我就是自己 我就用路的 可是我還是希望可以一次播完 你們覺得呢 那這邊 賭賽特遇到了賭奧拉夫 完全沒得打 因為他奧拉夫三星人 那這邊他的塔龍也已經來到了7張喔 跟鬼一樣 6魅龍頂穿 那這裡 Stage的炮手可不可以打贏他的龍女呢 變形龍女 變形龍女是TN TN變形龍女 他是 直接一個鬼賣喜奧玉喔 直接換了 6怒意4變形 他差一點也賣了 而且他是在八等找了兩張龍女 跟鬼一樣 那這邊 這個伏擊之爪也沒意外 往後給是沒什麼問題的 那這邊升九等要補的就是 雅速或巴德都OK 偶爾蕩蕩的 我盡量直接先播完啦 我 等下打去我網路公司問一下 不知道他們在搞什麼 那這裡Laser是在6Z終於可以升到八等 然後這邊大地盾 找雅速二星 那這一把黎明的話 還是需要開到6以上會比較好 6幻境那是OK的 這邊OK那這邊 這個人的賭賽特基本上在 第六章不行了 遇到這個三星怒怒下去 沒辦法這個 他如果先把雅速打掉很有機會 但是雅速會回兩次 雅速沒有回到兩次 第二次 再回之前就被幹掉了 不過這個怒怒頂穿了嗎 OMG 直接頂掉 OKOK 又讓他狗住一回合 漂亮 那賭賽特 保到未老 保到未老 喔這裡來了 西瓦娜漂亮 直接九怒怡 OKOK而且他的 西瓦娜的裝都準備好了 泰坦大天使家科技槍 那他這邊這個質量 就比較有機會去打決賽圈喔 有機會前世 但是 不要遇到那家變形 基本上是OK的 不要遇到變形 不要遇到變形 開始敗 但是遇到那家賽坦砲也有機會會輸 一二名吧 不要遇到一二名 金龍砲金龍砲 完蛋了 他是遇到 比較爛的金龍砲 那還OK 他遇到比較爛的金龍砲 但是他的賽特被吹起來有點危險 這裡 龍女 龍女怎麼噴 龍女 一波 噴到 GG 噴掉噴掉 酷琪 OK這家金龍砲 質量不夠 下去囉 剩一滴 那BBBA 剛剛那個100滴血的傢伙 看起來也是要下去了 19滴 他應該有9等吧 BBBA剛剛那個經濟 那個質量 他還要 他還要先倒地嗎 沒辦法吧 不行吧 BBBA這邊找到了一隻 柔葉二星 喔他 BBBA把 把金龍換賽粉 那這裡 金龍砲 找到了 找到了巴德 那BBBA這邊 剛剛的金龍砲 這邊直接換成了賽粉砲 那這邊 看一下 OK 龍女遇到了黑龍砲 我覺得 那BBBA 可能會倒地喔 他如果沒有很妥善 哇 這龍女沒開到他就死了 What the fuck 啊GG 哇操 這龍女直接被一套控爛耶 完全完全沒得開 完全沒得開 有點狠 有點太狠了 有點太狠了 那這邊金龍砲也是直接出局 那我們進入決賽圈的 OKOKOK 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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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滅龍刺 一家 一家 黑龍砲 還有一家 是啥 滅龍刺 跟黑龍砲 是 下面兩名 上面兩名 一家 變形龍女 天 還有一家 Laser 是玩 是玩啥 不記得了 那我們就看變形龍女 有沒有辦法去處理這家刺客 應該是可以的 因為他等一下是遇到龍女 那 我就要看他的塔龍 滴不滴得到三星 還有他等一下的 等一下的戴安娜有沒有辦法跳到 那個斯溫的位置 沒開到大的龍女主位 別說了 他的是一星的 我的是二星的 這邊沒有跳到 這邊戴安娜跳歪了 這邊 戴安娜跳歪的話 這個 很有機會會被殺死 會不會直接走 然後這個龍女直接開噴 一波帶走 六滅龍 一波 沒帶走 還好還好 因為他戴安娜跳歪了 他如果戴安娜跳的是右邊的話 其實是有機會的 那這邊 喔還有一家戴安娜 Laser是玩 幻星戴安娜 OKOKOK 那但是幻星戴安娜打不贏這家 呃 地獄炮 這地獄炮 哇 他放了兩隻二星柔翼是怎樣 WTF 哇 這家質量 也太好 也太好 有點誇張 有點誇張 那這邊遭遇的是我們的六滅龍 那 有防 這個 賽粉有往後放防 這個 戴安娜一波跳過來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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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邊戴安娜先打到的是露露 直接把露露秒掉了 但是露露也成功先把戴安娜變形 那這邊 賽粉往後衝有沒有辦法去制裁這個 沒有 然後 歐拉夫 頂川 GG BBA 還活著還活著還活著 那我們的幻星戴安娜有沒有辦法制裁龍女 我是覺得幻星戴安娜應該是打不贏人家龍女的 因為 也不一定 因為他是黎明 所以他可能 他直接走了 OKOKOK 然後這邊可以注意到這個 Straige 已經要三星塔龍-1 三星塔龍-1 這個巨殺 給柔衣吧 這個巨殺給柔衣吧 那這個巴德要不要抓一下 等下開個秘術可能會比較好打那一家龍女 但也不一定 因為多一個柔衣去賽一個無敵也是很有料的 巴德可以抓 巴德可以抓 那這邊14塊D三星塔龍有機會嗎 塔龍來了 嗚 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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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 三星塔龍在線江湖 滅龍轉 六滅龍 三星塔龍四刺客 哇操勒 他有無盡喔 他是有無盡的喔 他是有無盡的喔 頂穿囉 那這邊 跳過去 直接秒殺 一刀 一刀入魂 龍女 開大 塔龍開跳 塔龍跳的是 沒有用的牌 不過 全家都死了 聲音是龍女 塔龍制裁 GG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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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邊黑龍炮打這個火龍 火龍變形應該是打不贏 因為他的龍女的質量太好了 那這邊很可惜 黑龍炮直接倒地 那這邊決賽圈三星塔龍打二星龍女 呃 我覺得龍女 呃 龍女贏不了了 呃 畢竟 四費三星 三十五塊 三十五塊卡 有點太狠了 有點太狠了 那這裡 決賽圈 那這個其實 這個妮可 這個妮可的位置是有 有保護到 有在保護的 那這邊塔龍跳過來 看一下塔龍第一個跳的對象 OMG 直接GG 他直接跳到這裡面的室溫 呃 你你你包起來 沒用 GG 還有一盒還有一盒 欸其實很近 因為他其實全部都快死了 他龍女只要再噴得好一點 是有機會把他全部殺死的 那這邊 要換一下那個 室溫的位置 不能被這個 不能被塔龍一波秒掉 那其實 要先 躲掉 的是龍女 龍女是比較需要躲的 安安 春風哥 安安安安 今天直播有點LAG 抱歉抱歉抱歉 春風哥抱歉 那這裡 欸 打龍的位置好像有點差 可以先跳到龍女嗎 龍女是不是直接死啦 GG 三星塔龍牛逼 GG 哇 操勒 恭喜三星塔龍 直接吃雞 六滅龍 四次克三星塔龍 把這個 四遍的 龍女 直接擦爛